王者下饭千千万 青通局里战一半 中路安琪拉在给敌人杰屁股加热 敌人杰很痛 反向大招向防御塔求救 安琪拉假装撤退 实则闪现月塔追击 安琪拉快扛不住了 赶紧扔两个技能走过形势 然后原地去世 敌人杰吓坏了 赶紧过来放个技能 看看安琪拉死透没有 女妈残血被大条追击 藏到草丛里感觉还是不够安全 于是果断传送 哎 这下就放心了 阿克这人是真好啊 知道王兆军是射手需要红 直接就把红让给了王兆军 然后就把自己让给了野猪 点尾看自己血不多了 于是选择跟兰爸爸斗智斗勇 假装打不过往后走 趁兰爸爸回头的一瞬间 冲上去对着给自己加油打气 一斧子砍兰爸爸后脑勺 真的太没实力了 这刘备是不是炸鱼的呀 开起大招怎么一打二 两枪拿下女娃还剩一个小桥 没想到吧我有大 没想到吧我有终结 安琪拉在烤煮 敌人姐闻着味着过来了 想封口猪肉 但是没想到被猪拱了 怎么感觉今天人头格外堵 女娃拆打拆得正高兴 突然被攻击了 女娃慌了 赶紧来电脑传送 吃个雪包 看肖敦想回家 敌尾果断冲上去 想拦住他 但是被枪给堵住了 过不去 看完了不妨抵个观众 下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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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更精彩